這次我們會圍繞在數族上講多些數字 內容很豐富 這次分別會講有向數和相反數 絕對值就會留待下次繼續講 當然,又要請出我們的主角數族 大家看到這個數族好像關禮一樣 0就會在中間 然後凡在0,左手邊的那些全部都是負數 右手邊的那些全部都是整數 第一個叫做有向數 講一些講就是看到數字 就會知道它的數族在哪裏 舉些例子,例如 負5 0 2 7 那負5和0都可以的 我知道就是這一點和這一點 但是2和7 有時候就會令到有人混淆的地方 那究竟是正還是負 有見及此 有向數呢 就是告訴你 它需要標明你的方向在哪裏 7都是一樣的 在0的右手邊的話就會加回正 那凡是看到那些數字前面 標明了正和負的話 那這些全部都是有向數 就是告訴你它的方向的 這些就是有向數 那相反數是什麼呢 相反數呢 其實就是在說 例如我用負4做例子 這樣呢 它就好像照鏡一樣負4和這個0的距離 那要在鏡後面的這個位置找回相同距離的東西 那就是4 那你看到 有些不同的地方就是 不是有些不同的地方 有些特別的地方 就是你看到這個是負4 對不對 又在0後面這個就是正4 那所以簡單一點理解呢 你可以當是 將 這一堆 例如這一堆數 我用這一堆數來做例子 例如這個負5的這個數 我們就是把前面這個符號 反轉它 它是負的話 我們變正 它是正的 我們變負 那負5的話 就變成正5 對不對 例如這個正2的話 就是負2 正7的話 就是負7 那這一堆呢 這一堆就是相反數 那你看到 喂 0 0應該怎樣呢 0 它自己本身就是一塊鏡 而它對鏡的距離是0 那所以0的相反數呢 就是它自己 是0的 因為你看到它本身 又沒有正又沒有負 那相反完之後 就是它自己 0 就是這樣啦 那這次就講了有向數 和相反數的 那剩下這個絕對值呢 我們留下一堂再講 這也是 bye 2 2 2 1 2 2 3